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公务影片制作与FD行销 所谓公务影片的话 我会希望说我们是由 比如说去办活动 办活动可能会拍了很多的照片 当然会有一张开始的市长致辞 局长致辞或长官致辞 完毕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活动 活动的照片 从一刚开始我们的公务影片 然后怎么样做这个影片 我觉得是一个重点 我现在想要介绍一个方法 像例如说这一堂课 我会希望透过简报的方式来制作 简报里面有些很多的串场 或者是动画的制作 等一下请各位好好听 因为它输出只有一个按摩而已 所以输出是很简单的事情 然后最后我们再透过脸书的行销 把我们的活动成功的行销出去 甚至如果说假设我们影片很多的时候 我们又可以回到 比如说网页 网站的架设 然后把它一个一个的陈列出来 方便日后我们在上网去查询 我们曾经制作的影片 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 那当然我们今天 12月18号 我们要进行等于说今年的最后一个课程 就是公务影片制作 大概我今天要跟各位谈一下 就是YouTube的影片 然后怎样透过简报来去制作影片 那当然我会希望说 下节课 那我简报制作影片就少讲一点 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讲那个 免费线上制作影片的功能 因为那个功能也很棒 再来就是怎么样把影片上传 还有影片很重要的 是我们要有背景音乐 要让那个影片稍微活泼一点 比如说我们明明是办那个活动 动起来的活动 那我们就办 就使用那个合法的音乐 怎么样使用 这都等一下要去介绍 那如果你可能想要去 透过影片再加一点字幕 我等一下也会教你们一下 如何把字幕放上去 就是怎么样把字幕拿上去 好了 那当然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名词 就是唯影片 唯影片 因为我觉得翻成小影片不好听 对 我们要叫唯电影 好 不晓得各位了不了解 现在还有唯广告 就是唯电影唯广告的时代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坐长 你要是坐超过一分钟 对不起 没人想要看 可是说如果你今天坐个30秒 然后大家透过LINE去传 他会愿意看 好 那怎么样插头去尾 我想前面5秒钟 后面那个谢谢观赞之后 可能只剩下20几秒 够你做一个活动的宣传 所以你要把握这样子一个时间 好了 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希望说 我整个课程希望你一个为电影的一个手法 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简报的一些功能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首先 首先你们可能要先到网路上面 我已经都放上去了那个影片图片 还有简报 所以至少你要下载简报 好 到哪一个网址呢 你看像我刚刚 我的课程一刚开始都会有范例讲义的下载 所以你就上网去找到对应的这个课程 它就会有相关的范例可以下载 这前面是固定的哦 所有大家用短网址都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其实就算你不打前面的HTTPS也没关系 就是Google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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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线 然后后面这个YTZ 是小写的YTZ 然后大写的R 小写的X 就是X 大写的T 这个大写小写不要打错 对大小写有X 在短网址里面 它是有差别的 上次看到哪一个国家 它最后面 它那个车牌号码 最后面还多一个小写的字母 ABC 就有差别 那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哦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输入这个网址之后呢 然后你就去找今天YouTube影片制作与脸书行销 这边有一个范例下载 这个范例下载 这里面有一些图片就是我们办的活动 我会希望说让你们去直接把这个活动做成影片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其中完整的一个成品 完整的成品 应该就这一个 好 完整的成品 那当然这里面会牵涉到有那个我们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的这个logo 我觉得这个logo蛮漂亮的 还有就是这边有六张照片 六张照片 还有一个word文件 就是里面要用哪些文字我已经请寄证给我 我建议各位就是说把这几个档案全部都下载下来 可以吗 那怎么下载 游标移到图片的左上角这个地方 点一下它 它就可以进行下载的动作了 好 就这样 每一个素材档案都下载下来 好 建议各位都下载下来 我也下载 至少六张图片下载下来 那我的图片其实我编成01 0203 我们拿手机去拍你的编排方式也是这样 所以没有差别 所以这个01 0203其实是还蛮容易制作的 然后再接下来六张照片 这个顺序不要弄错 可是我个人是这样建议 我个人是这样建议 因为我们按照那个手机的顺序 把图片一张一张插入进去 这浪费时间 我们一口气就要把所有相关图片都抓进来 因为用 反正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你现在手头上做的事情的方法 我真的要告诉你 可能你都留在2003那个年代 现在都已经2017了 也就是说可能以前你在学校里面可以用一些图法练钢的方式 但是现在真的有10分钟就做成一部影片的方法 所以我们要学的是这件事 今天我重点其实就是要教各位10分钟制作影片的方法 我们下载这些影片 还有要放什么文字 这边有一个沃德档 你也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还有这个是我已经做好的简报档 提供给各位参考 我还要这个logo 我还要这个logo 好 那相对的所有的范例我全部都下载下来之后呢 会放在哪里 在这里点选这个文件夹 文件夹这个下载里面 好就有01 02 03 04 05 06 那其实如果说你今天改用那个图片的形式来去看 这就是这六张就是刚下载下来的 还有我有下载了一个图片档案 我可能那个完整的范例档案没有放上去 这是讲义 这是今天上课的讲义 那还有台北市政府的logo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怎么制作 首先我们开一个PowerPoint的心得档案 就是点选左下角这个开始 然后去找到自己的PowerPoint 所以点选所有程式底下再去找找看 能不能找到PowerPoint 就是你随便打开一个PowerPoint的档案 然后你打开PowerPoint的建议开一个新的范例 新的档案 对就算你不开一个新的档案 也没关系 因为当我们今天插入相簿的时候 他就帮我们开了一个新的范例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做的是插入 插入底下呢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相簿 相簿的功能 所以请点选插入相簿 那我们刚刚的相片是不是都下载下来了 所以透过这个档案与词叠片 我们把它抓进来 所以你要在这边选这个下载 请点选下载 建议各位七张图片 通通都抓下来 七张图片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直接选到七张图片 七张图片插入 而且每一张图片 建议放进来的方式 其他方式都不用练 就是保留调整成什么 调整成投影片的大小 保留成投影片的 反正所有设计品都不用练 但是我这一张logo 我想要放到第一页 所以你可以 其实你也可以不用动 到时候只是拖印那个投影片 调整顺序 那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选到第七张 第七张 然后往上移往上移顺便 顺便告诉你 原来在这里面 有图片先后顺序的调整 好 点选建立 这样我们就把 七张图片都放进来了 我重点是第一张 不要 第一张请把它删掉 好 那放进来的每一张照片 你有没有发现 都刚好放在中间 没关系 反正要等一下你可以调 因为第一张我的logo 我一定要把它缩小 我一定要把它缩小 因为等一下我再加一点我的创意 可是现在重点 重点是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左边有空一点点黑色 右边有空一点黑色 没关系 甚至等一下我还要把它再缩小一点 因为你要考虑到图片是主角 影片我们就是要让别人看是图片 不是文字 所以图片呢 等一下我们可能要 你可能要加学一些什么 往正中心缩小 往正中心四个角落放大 或者是如果你不会 反正你就想 等一下你要补一个文字进去 怎么补 好了 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张 首先 当我们今天 我想要有影片的那种感觉 所以在这里面 至少一张 一张头影片 有一个东西会动 那至于什么东西会动 这边你就想一想 首先第一件事情 这个logo很大 而且这个白色我要整个都拿掉 但是当你今天 你把这个logo拿掉 白色的时候 它变成黑色 黑色跟这黑色就完全叠在一起了 就看不清楚了 所以这时候呢 我个人是比较紧张近 我们先把背景颜色换成 不要黑色好不好 我们怎么样把背景 通通换成都不是黑色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检视 这边有一个头影片 头影片母片 然后你可以发现 就是 请改第一张 我比较不喜欢那个黑色的 可是因为你要知道说 做成影片 确实我们底就是黑色 黑色 那建议各位 看你要不要把那个背景的颜色改掉 让背景的样式 背景样式顶 要这一张第一张 第一张一改 全部都跟着改 所以我就把背景样式 整个都变成白色 我比较喜欢看这样子的一个影片 然后点选关闭母片 记住要改 我们就一起改 接下来这张图片 我希望 我希望我把这张图片的tone颜色 这张颜色 这一张还不是白 这一张后面它是白色 把它变成是这头去背 这白色拿掉 怎么拿掉呢 格式 格式里面 针对这个色彩 色彩有一个设定扣名色彩 点这个白色 你点一下 我就做完了 可能你现在没有感觉 我插入一个文字方块好了 随便插入一个图案 这个图案呢 然后接下来我把这张图片移到最上层 你没有发现 它刚刚那个白色被我拿掉了 因为我不喜欢那个 到时候叠在一起的时候 那种不好看的感觉 好 那我先缩小一点 把它搬到旁边去 好 首先我们要先决定一下 我把这张图片logo放在这个地方 稍微缩小一点 因为我们的板就只有这么大 对不对 好 那我想我想把这个logo放在这个地方 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条线 然后这边有一条水平线 然后这边有一条直线 三分之一处 三分之二处 就是我们那个影像的九宫格 九宫格 有很多人很好的像 像例如说iPhone 它预设它是有开那九宫格的线 方便我们去拍照 对准那条线上面来去做一些事 可是我们都想办法把它关掉 不管怎么样 我先把这个logo放在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我就要把那个活动名称 放在这边了 活动 请问一下我们那个活动 那个活动 这个 好 因为这个活动 活动叫做站出来乐活台北 OK 还是这么长 例如说假设我就只要这么 因为你要是放太多字其实也不好看 好 例如说站出来乐活台北 我就这几个字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要放在 放在这里面 然后贴上 然后请把这个字呢 要放很大了 放多大呢 你自己凭感觉来去看 看那个整体性 好 例如说放成这个样子 你会发现这个字呢 这个字 应该要换个漂亮一点的字体 我们这边能够选择字体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美工 你就用 你觉得星系名题好看 你是标凯体好看 我想你们应该这样就会选择了 好 当然会选标凯体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通常被要求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你有很多的时间 你再慢慢去选 可是如果说你在二拳一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你会做出比较好的决定 比如说标凯体 然后接下来这样去看的话 那为什么这放在这个地方 我想这边这个三分之二的那一条线 那这样看起来好像觉得 这个板呢 就是左边空空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放一个这样子一个矩形物件 为什么 其实就是为了美工好看一点好了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理由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再插入一个图案 那从哪里开始呢 我要从乐这个字开始 乐这个字开始 好 这样子的话就是让我们这个影片呢 看起来就是比较丰富一点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页 那请各位可能还要注意 因为我们是要做影片嘛 所以请在 就是我们这个板 绝对不要设成4比3 要设成什么 16比9 16比9是影片的标准格式 16比9 对 16比9 因为像刚刚这台机器它是4比3 就是的考影机都是预设4比3 所以建议各位在设计这边 设计我们有一个叫考影片大小 请改成16比9 而且建议把16比9设为是预设 那当然有兴趣的话 再去看 如何把16比9设为预设 这样做出来的那个 考影片才不会变成那个 左边右边都有黑边 上面下面有黑边没有关系 左边右边也留黑边 这样就不好看了 那是因为4比3的关系 好了 这是第一章 第一章 请问一下 您觉不觉得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今天 假如说我们今天要乐国台北吧 所以我可能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动画 什么简单动画呢 比如说站起来乐国台北 对了 我可能还会再把它加个阴影 加个阴影 这样浮显它的一个存在感 那接下来就乐国台北的动画呢 动画 因为影片 我们只能放一些静态东西进去 可是就是用动画来增加它的一个活泼性 所以假设我今天 我这边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动画吗 所以请动画里面去挑 怎么挑 在这边我要稍微简单介绍 进入强调以及互补射产 结束等等 甚至还有路径 这几种它的一个大方向的差别 进入是本来没有 后来变成有 本来没有后来变成有 这叫进入 可是如果你本来没有 后来变成有 这样的话 那个主题千万不能这样设 我觉得我们都要用逻辑来思考 因为你刚开始给别人看的第一张投影片 几乎所有的主角都要在那边 然后最后他可能动一下 强调一下他 所以这个时候呢 也许我们可以用强调 你不能先设一个 例如说飞入好了 因为在预设的时候 在播放中主题不见了 绝对不可以犯这样子的逻辑的错误 我知道飞入很常使用 但是如果是在主题性的文字 绝对不可以这样设定 你一刚开始进入 本来没有的 它要变成从无到有的飞入进来 这样是不对的设计 就是功能的选择很简单 可是你要选择正确的动画 那这个时候我们不适合设成飞入 这种进入类 那应该要把它设成什么呢 设成强调 我会觉得比较好 强调就是本来它就固定在那边 然后后来整个动了一下 类似这样子的感觉 例如说假设我们今天用脉冲 用脉冲 脉冲就是它等一下会在这边 请问要脉冲几次 就用心跳跳几次 例如说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不是有一个动画窗壳吗 假设我请它动三下 脉冲就是跳动三下那种感觉 那还只是在这边的设定 这边有一个效果选项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边预存的时间 重复射三次 可不可以五次 可以 可以随便你 好例如说我射三次 所以它就跳三次 这样听得懂我现在讲的意思 因为我们要强调我们要做的是影片 请问你觉得0.5秒的脉冲跟2秒钟的脉冲 你觉得哪一种在影片里面会比较好 通常有时候我们那个假设我们这个活动 活动就要动快一点动多一点 好 这个还比较没有关系 可是当我们今天如果是要办那个 我看那个01的影片 它都是要带气氛的 所以它就会把那个动画慢慢动 这样可以了解吗 就很有感觉了 记得就是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假设我们今天期间是2秒钟好了 可不可以这样的话 我们动三次就变动六次了 动六秒钟了 动三次 脉冲三次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好 例如说我播放 你看我这边点一下 它就这样慢慢的去呈现 那个脉冲跳几下是从哪边 重复的设定 那就是选到这一个物件 我要让它动 这边动画窗格把它打开来 动画窗格右边 这个动画 右边有一个往下三角形 好点它然后效果选项 效果选项 预存时间 预存时间 重复设几次 好可以了 好那 那这样大概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你不用太多东西动 或者是请问你可不可以把这个 这个logo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可以啊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看你喜欢设什么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如果你今天要问我说 请问这个 这个为什么要设这么大 这以后如果没有机会 再谈那个美的东西 美的感觉 再来谈 或者是这个字 为什么要切到这个乐这个地方 好 这样大概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但是请你记住哦 当然请你真的记住一下 就是未必一定要用很多很多颜色 那字的颜色不是黑色就是白色 因为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这个图片 好 可是我想请问一下 针对这样子一个动画 还有一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动画呢 是要怎么样的一个开始 例如说 这个动画我们的开始的方式 这边有看到 按一下 我们在影片播放的时候 没有人在那边操作简报 所以在这个地方开始就行 选择什么 与前动画同时 所以等一下动画要教你 有这三种 按一下通通不设 好 那还有什么叫接续前动画 就是我前面这个动画做完 我才做这个动画 好 所以这边我们说 一刚开始有这张影片 他就站出来乐活台北 顺动 脉冲三次 所以是与前动画同时 好了 你去看我播放 Shift加F5 他就直接站出来乐活台北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张 第二张 第二张我要放这个文字 第二张 第二张我要放很多很多字 有看到 所以我先复制 那 我要告诉各位 Word里面表格的字 它不能直接贴到这个PowerPoint 贴到PowerPoint 可能它会产生一些 无法去编辑的一个情形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会先复制 贴到什么 记事本 用程式 记事本 好 直接贴上 贴上以后再重新去选 然后复制 然后贴回来我们的PowerPoint 好像有点复杂 没办法 那Word里面的文字的字型跟PowerPoint 可能会产生不能够直接使用的情形 比如说Word里面的项目符号 项目编号 在PowerPoint的里面有改掉了 主要是这个原因啦 那我们现在来把这个字稍微放大一点 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你觉得这个字是不是很多 很多的话 那你是不是会考虑 就是说怎么样去放字 请问一下 如果你今天 这是我个人 这是我个人的习惯 就是说 这是我 我放文字 最多就放这样子 由左到右 这样子满板 了不起你看我现在 我现在针对这个文字 格式 格式 直接把它改成 比如说黄色 你看这个字是不是就凸显出来了 可是我现在要刻意强调讲一个概念 你觉得 这样子放好不好 这样太多行了 两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它没办法要放到三行 而且 而且因为是影片 我会建议这个字 还太小了 例如说这边才36 我觉得至少要40以上的字 会比较让别人远远的都可以看得到 可是你可能要区分 这个是重点 我可以设大一点 这不重要的话 你可以选择不放 或者是字小一点 但是 但是我要告诉你 就是当你今天放上去的字 好像大家都会想要看 所以我会觉得说 也有一派的说法 那我就都放清楚 都放清楚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 你有没有发现 三列的字 它已经盖住了影片的 三分之一的一个区域 这样不好 所以干脆我选择 用这种方式来去取代 就是左右 左右 我把长度射到这个地方 然后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 我现在所讲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下面 下面这个字呢 下面这个字 还有搭配这个影片 这图片可能要稍微缩小一点 这个 这个字啊 是不是 如果不能这样动的话 那干脆就再插入一个物件 插入一个物件 从这边做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物件呢 我就把这个文字放来这边 是不是要把它顺序移到最上面 好 那它的背景 它的底色 这铁满就要变成无铁满了 无铁满 这下面这一块的颜色 就要变成什么 黄色 可是呢 图片 图片 我们最多最多 一定要 射成 例如说 透明度 射透明度 可以让颜色变漂亮 这个文字方块的图片 在这里 射透明度 50 好 确定 这样你是不是可以看到下面的图片 好 那重点 重点 我觉得 这边别人如果这样看 这边如果别人这样看的话 我们是不是 把这张图片呢 把这张图片做一个动画的特效 做什么动画特效 例如说 向左 向左移动 因为左边还有空间 所以 动画里面 动画 我们设 路径 路径 我觉得这个动画 我蛮 我蛮常使用的 这边有一个其他移动的路径 我要选择 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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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 这样子一个满板 所以他从这个地方移到这个地方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有没有 他就只有这样子 往左边动了一下 还有这个文字呢 这个文字 你觉不觉得这个文字呢 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些调整 做什么调整 做什么调整 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文字呢 应该把它做的像 例如说打字机的呈现方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就做出现这个文字 做出现这个特效 而且这个播放的方式设成什么 效果选项 效果选项 设定成动画的文字 什么叫动画的文字呢 例如说把设定成什么 依据英文单字 或中文字 这是什么意思 单字的话就是 例如说 106年度台北市 健康促进 基优 成果颁奖典礼 就是成果颁奖典礼 这是一组的字 可是如果是这一种的话 它就变一个一个秀出来 所以一般我们是选择这一种 确定 如果说觉得这个地方字不是那么清楚 比如说我现在播放一下 你看它是不是往左边跑 然后接下来再点一下 是不是就开始出现这些字 这就是到时候我们看影片的那种模式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事 好了 那我们已经做了两张了 对不对 可是可是你不能每一张都 如果你有时间 你一定要每一张都设定完 那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可以直接去再设定一些投影片放映的方法 好 我先介绍有一个很重要叫做转场 转场 这个转场是什么意思 像我刚刚我这个地方设定的动画 建议改成什么 这边 我刚刚这一个的动画 的动画 动画 好 让它去 这个动画窗戈 好 我先设一下 我的动画呢 我不是设定 按一下 而是以前动画同时 然后这一个呢 它的一个动画是 一样 与前动画同时 这个意思是什么 是什么 假设当我今天播放的时候 它就开始 它就开始 就是 同时的跑过去 但是哦 这个字 这个字是不是会跑很久 所以我会把这个时间 切换这个图片 往左边跑的那个时间 射长一点 比如说射到10秒钟 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 你看 图片是不是慢慢的往左边去移动 然后 右边那个字 是不是慢慢的跑出来 这样子一个 连续性的这种感觉 看来我们应该要射到20秒 20秒左右 好了 那 那 在这个地方 因为字多 这样字多 你可能 可能会希望把你要表达的事情 可以充分让别人去了解 那还有 还有 还有 我们在刚刚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可以去射转场 例如说 第一页切换到第二页的时候 好 那我们是办一个 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那如果我们不做一个切换 但是第二页切换到第三页 第三页切换到第四页 好 例如说 假设 第三页 我先把文字做进来 第三页的文字应该是这个 复制贴到记事本 贴上 然后复制 然后接下来到我的powerpoint 贴上 我这个时候呢 就希望把这个字啊 射大一点 射到40 然后 两列 然后 接下来把它 填满 填黄色 那 字形呢 稍微改成 例如说 标排体 标排体 然后出体 好了 那刚刚这个字啊 这个字 你就可以去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像刚刚 这个动画 动画色出现 然后 做成那个打字的效果 什么都可以 好 例如说 这边 效果选项 设成 一单字的一个播放形式 好了 他就会把 例如说 邓家基三个字合并一起来去播放出来 就是 再报台北市邓家基副市长字词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第二页切换到第三页 我们假设希望要有更多的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有一个转场的特效 所以点选转场 转场 转场在这个地方呢 你就可以去设定 设定 例如说 我个人 我个人 只是看过 蛮多人去使用 这一个 联营 转场 老师 那个转场在两个字 转场 是什么意思 就是 第一张切换到第二张 第二张切换到第三张 那个过程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不要每一张都是有相同的转场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颁奖好了 这一张开始都是颁奖 这一张也是颁奖 这个时候呢 假设我们今天的转场 我就可以设成 例如说 门 门 这一种就是 或是这种切换 我觉得都蛮不错的 哦 这是它动的方向 对 然后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设成 例如说 切换 就是这两个是有 例如说 颁奖的形式 跟这种就设成 这样子 一个切换 所以它有很多种 很多很多 那我又觉得 这边 你可以自己有空 的时候再去玩 但是有些真的不要去玩 例如说 那个闪烁 啊 涟漪啊 真的看了 头魂眼花 这样反而不好 好 看一下 看一下 好 那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就看涟漪 哦 就是 我个人会觉得 就是说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 动画的那种 那种叫做 motion 就是情绪上的律动改变 你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切换 也主要就是让别人了解 哦 我们这影片我现在换一页了 好 主要它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那我还是先暂时把那个文字哦 先放上去 那我可能就不一一去讲完这个部分 像比如说复制 是不是 贴上 然后贴上 然后贴上 贴上 然后贴上 贴上 直接把它改一下 这些 我們用 這邊大一點 但是功能它名稱沒有改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用的是2013版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是找得到 它功能基本上沒有改 只是順序有調整 真的順序會有調整 你回去再找找看一定找得到 那我接下來還有幾張 那我現在要再介紹一件事情 就是連續播放 因為你要記住一件事情 你不可能在那邊算第一要跑幾秒 第二要跑幾秒然後把它加起來 那其實在這個地方 我們跑影片放映 有一個設定放映方式 請勾連續放映 就是第一張播完它會播第二張 第二張播完它會播第三張 什麼時候才會結束呢 ESC- 那我們因為影片播放 最後一張播完就結束了 所以這個功能要設定 好了 還有 還有 因為這邊我必須要 例如說好了 我一樣設那個剛剛的出現 然後設定動畫的播放 假設我一樣依據單字去播放 好 對不起我選到一模一樣的文字了 所以換一下 好 這一張應該是這一個 好 這一張應該是這一個 好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我就去 切換也設好了 我怎麼知道說 有設了切換特效 你看這邊 左邊是不是有新字號 六七頁我都還沒有做 好 那就是 我設這一張的話 它是這一張切換到這一張 我設這一張的話 是這一張切換到這一張的切換效果 好 再接下來 例如說 這邊後面還有 好 快速的去完成 好 因為這個字不多 所以 我可能就不是從左邊排到右邊 那 甚至我覺得 我覺得 有點亂掉 應該是這一頁的 我可能就放在 就是 局長的這個附近 好 就讓大家知道 我要表達的那個意思 好 那接下來 這個 這個 影片 影片 我們就要開始來去思考一下 它裡面也有動畫 那因為要做活動 那種動畫 所以 所以我只能透過 如果有多幾張 有多幾張照片 我們就做切換 圖片的切換 那是比較簡單的 那因為只有一張的話 那也許我在這個地方 我就用強調方式 例如說 用剛剛說的這種脈衝 記得 我們就可以多動幾次 多 就是脈衝幾次 去表達那個動的那個意思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 重複這邊 假設我們重複5次 然後每一次這個期間 射 例如說 射到2秒 中等 對 好 那我只是要提醒 提醒一下 就是說有這樣子一個功能 最後一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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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接下來這個影片呢 大致上就先暫時 簡報的部分 我們暫時先做到這個地方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去 好吧 也隨便做一個動畫 不對 因為這都是字 字的話 最好都是設成一字的那種效果 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 你不用設計太多 對 一次性我覺得也是蠻重要 就是 你不要太 一下是這樣子的動畫 一下是那樣子的動畫 這樣反而就不是很好了 那 我會期待更希望就是說 這個圖片其實還可以 例如說有時候 假設多一點圖片 我可以一張切換到第二張 第二張 切換到第三張 可是他就只有給我寶貴的六張圖片 所以我沒辦法多再做一些 更多的一個內容的講解 或者是這個動作不是有很多嗎 因為 例如說你帶動 帶動唱一個過程 你假設拍一個整個過程 拍20張照片 那我可以用快剪的方式 因為影片嘛 影片的呈現有很多 甚至我可以用縮時剪影 或者是快拍 或者是由上到下 由下到上 這樣子跑來跑去 這都很好玩 好 只是提供給你們參考一下 那我們 假設先暫時 這個最後 插入一個轉場特效 例如說剛剛 剛剛最後 來一個 剛剛那個 連移 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 我就整個 播一次給你們看 Shyper加F5 對不起 這是最後一張 我從第一張開始播 那就直接點F5 你看我現在滑鼠 因為他就脈衝遠近遠近那種感覺 因為第一張 我是不是要十秒鐘去跳下去 所以他有四秒鐘的空白在那個地方 然後第一張又沒有設那個轉場 沒有設轉場 所以對不起 這邊我設一下這個轉場 是 例如說剛剛有設了一種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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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跑去哪 我剛剛是做切換 等一下我看 連移 這一張 這一張沒射到 沒射到 我都是用切換 好吧 切換 這一張射切換 這一張不能射封 至少也要射剛剛 切換 這一張切換 這一張 連移 這一張去 射 淡出好了 好了 然後接下來播放 他就開始的時候 他會有這個文字呢 去做一個動態呈現 轉場 時間 這邊 這邊 一定要把這個 拿掉 就是 例如說假設我設 每隔十秒鐘好了 那他最長就是十秒 他一定會換頁 如果 如果我這張影片超過十秒 他是以最長動畫的時間 來當做是 他切換的時間 好 來去播放一下 對 我剛剛 我剛剛因為第一次的時候 我沒有去做 那這張應該不用射 我們拿掉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他不需要按這個滑鼠 對 那請先播一下 好 好像我改成播五四 然後他就會跳到下一頁去了 好 那第二張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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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重點是 如果說你們要呈現很多很多字的時候呢 我還是請這樣建議你們 因為影片裡面 影片裡面 那不然你就 錄 他講話的那一段 會更 更 更有那種感覺 客氣 我不是要切換話 是動畫 這邊不是按一下 應該是與前動畫連續 這個 也不是按一下 對 然後這一張 這張的整場設定 好 假設 5秒鐘 切換 動畫 這沒有 是這一張 這一張 是以前動畫的意思 就是進來的時候 就是直接跑動畫 那我直接去做 輸出變成影片 也就是點選檔案 我先把現在這個檔案先儲存起來 例如說我先放在我自己電腦文件底下 這叫做 例如說 什麼 動畫 台北 動畫 來 然後 台北 站出來 樂活台北 站出來 樂活台北 好 然後點選儲存 那接下來 我就先把這個影片先匯出 匯出變成什麼 變成影片 建立視訊 建立視訊請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不要把它做成1920x1080 這蠻大的一個檔案 當然你也可以拔設這麼大的幾幾度 這叫2K 再不到4K 這2K 其實已經很大了 可是網路的影片都是這個 1280x720 1280x720 然後你不用去管這個5秒 因為當我們今天每一張影片 每一張投影片 它可能時間都超過5秒 所以它不是以這個每張固定5秒時間 而是以所有我們設定動畫跟轉場時間 為依據 好 建立視訊 我們就叫這個影片好了 存檔 然後稍微等一下這邊就開始在跑 正在建立視訊 正在建立視訊 好 其實主要就是花了很多時間來去教你們說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去有一部影片 我們用了簡報裡面動畫跟轉場 請你們特別注意一下 那我比較喜歡 如果說我們介紹那個 就是你要帶動一些情緒 我建議你先把圖片變成黑白 變成灰階 灰階然後再變成彩色 那個感覺很好 好 就是 對 就是 怎麼講呢 大家好像看起來那種感覺會很 很 很會被帶動 好 這給我們參考一下 有 有 有 就是它有很多就是用黑白 然後直接轉 轉換變成彩色 你可以去搜尋我的簡報製作 其中我就有介紹卡片 其中就有介紹像921地震 就是你會看到全部都是那個灰階的 然後呢 它慢慢的一點點變彩色 一點點變彩色 最後全部都變彩色 那種感覺很漂亮 好 那其實我們剛剛在聊天的過程中 這邊它影片正在製作 影片正在製作 然後 為什麼需要花那麼久的時間呢 因為剛剛我們是做純簡報檔案 那是一個很小的檔案 現在這部影片大概假設有40秒 你看一下喔 總共這文件 文件底下這個站起來 站出來樂國台北 總共呢 滑鼠右鍵內容 看一下總共有幾秒 詳細資料這邊有1分29秒 好 就蠻長的一部影片 好了 那52MB 52MB 快速點覽一下 我們來去播放一下好了 建議的設定 這樣一部影片就做完了 欸老師 可是之前喔 之前我看聯誼他們都還主人 專門在做那個 像威力導演 在做他們的照片活動 然後他一直放一直放 然後我們搞的 我們也要跟著這樣放 我們電腦都當掉 因為那個 那種軟體跟這個差異 所以我現在在介紹的是用簡報的方式 因為其實我本來時間三個小時 然後記者要求我只能講80分鐘 可是我會希望說下一節課我講的方法我會換掉 我想要介紹的是線上免費製作 免費製作成影片的APP或者是線上軟體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因為我可以再把它講得更清楚一點 剛剛簡報不夠 等一下我下課我再想一下 好 那至於你說會不會當掉 我只能這樣講說可能會 因為我們公家機關沒有配獨立的顯示卡 而且你的圖片絕對不是只有六張 我現在只有六張嘛 你一個活動下來 我跟你講絕對有 因為記者他是用LINE給我的 他不可能把中間很多很多的那個 他挑重點 例如說局長有運動 他絕對不可能只拍一張 光是那個地方可能他就拍了 假設十張都有可能 然後呢我就會想說 如果你有十張給我 我就把它串成什麼樣的一個動態呈現的影片 提供根本參考啦 我這部影片呢 我現在我要上傳到Youtube 所以你們真的建立一個 台北市衛生局的健康促進科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頻道 真的越早建立越好 我不騙您 那個新北市的一些單位 他們都有自己建立自己的頻道 然後去做跟市民的宣傳互動 好了 那對不起 我應該開的是Youtube 好 我就先 先到Youtube 對 要到Youtube裡面做 還有那個字幕 好 我第一件事情 我是不是要先上傳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要先登入 所以這一段 你們可能都沒辦法去做了 我可能要放的是我 我在 我在 就是 星期六四的一天 我自己花時間去做的這一部 這一部影片 我等一下要放的是這一部 先給你們大概看一下 好 現在沒有音樂嘛 對不對 它真的是沒有音樂 Youtube上面放的音樂 就隨便你使用 沒有版權的問題 Youtube上面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就是 請你們去使用 好 這樣大概可以了解 等一下我要放這一部 不是剛剛做的 那我們 影片呢 我就先登入到我自己的Youtube 0421 我建議各位 你看 像我自己建立的頻道 有這些 因為我未來 我會希望把課程區分 例如說 包含像那個 VBA 辦公室這段話 有大數據分 其實分門別類 那 其實你們也可以 就是自己做出自己 那個 股的特色 或以科為單位 都可以 好 那 例如說 在這個地方 我 這邊 是不是有一個功能上傳 你 你怎麼建立頻道呢 建立頻道很簡單 這 這地方 點 你登入Youtube 我想絕對沒有問題 然後點選大頭照 然後接下來點選這個 創作者工作室 有看到嗎 創作者工作室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 你就可以 點這個人 這個 旁邊有一個Youtube設定 Youtube設定 然後 這個地方 有一個 查看我的所有頻道 或建立新頻道 就在這邊 就是你一定要先建立一個頻道 像我剛 我之前就是在這個地方建立四個頻道 好 那建立好頻道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去上傳影片 這邊有一個上傳 Youtube最主要功能就是上傳 例如說 選擇要上傳的影片 我就把我的影片 我的MP4的影片找出來 好 例如說這一部 然後接下來呢 這是台北 應該就是站出來 然後台北健康生活 好了 那我習慣是 會 會 就是 讓別人知道說 這個影片是什麼 這重點下面 就可以打很多的關鍵字了 例如說 就打台北市 衛生局 然後 就是把所有相關的關鍵字 打上去 健康促進科 健康管理科 好 那 剩下你們就自己去打 這都可以 到時候再叫出來 再修改的 那我 我還會 分門別類 把影片放在適當的地方 例如說 我就先放在 好 算了 我先放在電腦密集裡面 好了 因為 因為 等一下就會有 因為 我坦白說 我每一天大概會有 20個人左右來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 大概有 五六千人次來觀看我的 教學影片 就是 未來的網紅就是我 是 真的 真的 所以 這部影片呢 我就這樣先發布出去 發布出去 還可以再去做一些管理 影片管理 因為我現在要教你們就是說 那怎麼樣放音樂上去 因為 如果只有那些圖片這樣太乾了 所以我就會 教你們如何去管理 讓它是有背景音樂 所以點這個編輯 怎麼到這個地方呢 再做一次 如果說你今天點選自己的創作者工作室 因為 通常我們到YouTube是看影片 可是又另外一種人就是創作影片的人 像我我就是創作影片 然後接下來你到這個影片管理員 影片管理員 你就可以找到就是說 所有你曾經上傳上去的影片 像例如說 我上12月13號上傳了一個 尼爾佛西的一個教學影片 為什麼呢 我就想說 因為將來 如果我要教別人 不如我先把他先 我學的東西 我先把他製作成教學影片 到時候請他先去看 看這些影片 好了 那這邊我就直接點這個編輯 好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叫做音訊 甚至強化 好 強化 那我現在就點音訊 你應該知道 就是我現在要搭配的那個背景音樂 應該要動態一點的 所以呢 可是等一下你們可能聽不出來聲音 因為我為了要錄製我的課程 所以我有裝Polycom 好 我的意思是說 例如說 還是有 好 有看到嗎 就是說 假設這部影片 它搭配這個背景的音樂 這不用錢 而且是合法使用的 這YouTuber他自己買回來的影片 那如果你覺得不喜歡這個 再聽 說什麼 歌 又又又又又 這我不喜歡 嘻哈 兒童 Merry Merry La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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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一個小明陽 瑪麗 有一個 La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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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就不會有了 那應該就不會有了 好 那 假設你聽了都不喜歡 這邊還有雷鬼啊 什麼 氛圍 然後這邊還有 那你就要去選 例如說假設我還是比較喜歡那個鋼琴 它有沒有鋼琴 五點 對 因為我們是活動嘛 對 活動的話可能 好 好 好 就 這個 好吧 就是 就是 要活潑一點的 反正這裡面有很多很多音樂 它有很多很多音樂 給你做選擇 都不用錢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 這邊有一個還原是原始的影片 就是沒有音樂 還有一個另存為新的影片 好 我通常我都是選擇 儲存 儲存 那可能要稍微等一段時間 別人看到這一段影片的時候呢 它就會有音樂 它等於說把剛剛那個背景音樂就直接放上去了 記住喔 你要選擇YouTube裡面的音樂喔 好 那 再接下來 再接下來 字幕順便教一下 這個編輯 這個編輯這邊是不是有這個字幕 字幕 如果你針對就是你想要增加字幕都可以在這邊增加 舉例來說 新增字幕 中文 當然你也可以做英文 因為字幕是可以選擇 分中文跟英文 我覺得至少你要做中文的 好 那 當然在這個地方呢 在這個地方 這邊建立新的字幕 好 那建立字幕的方式 因為 因為這邊 通常是有聲音 有人講話 例如說假設 市長講話 你就可以把那個 副市長講話 你就可以把他的聲音 那個 他講什麼 就把那個中文字幕顯示出來 好 這是絕對可以去做的 那現在因為都沒有聲音嘛 所以我就先設定 一剛開始的時候 我會先加瓜谷 就是 讚 出來 樂 國 國 國 對 然後 這應該是 2017年 12月 12月 好 例如說 這樣子的內容 然後直接就放在這個地方 加上去 這樣大概可以知道 我現在做什麼事 假設前10秒 前10秒 你就放這樣子一個字幕呈現 對 那最後一樣做完就是發佈 對 就公開 影片 影片 你什麼時候可以選擇 不要公開 那這邊都可以自己設定 例如說 針對剛剛的這一個影片 我們去編輯 在這個地方呢 你就可以發現 這邊有公開 非公開 私人 私人就是我自己 非公開是只有知道網址的人看得到 什麼叫只有知道網址的人 因為 通常我可能用LINE去行銷 我就給別人那個網址 他也是屬於非公開 那公開 就是直接 在YouTube 直接搜尋 例如說 站出來 就可以找到 我這部影片了 這樣大概可以了解 他只有三種等級 那 因為我覺得 這是一個成果發表 我本來就希望說 有越來越多的人來去看到 我真的要告訴你們 我有一部影片 那天就是跟紀政 就是 實在我沒有人可以分享的 然後 我又看到紀政 我就說 我跟你分享一個 我覺得很棒的影片 就是那個 批足球 去跟一個巴林 然後去比賽足球 然後他就說 他有去那個四大運 做那個 做那個什麼 醫療什麼團隊 他也說 對 他也說 他曾經看過那個 台灣女族 然後踢球 整個現場那種感動的氣氛 所以他說他了解 我十二點在那邊不睡覺 很嗨什麼事情 真的 真的 我們在那邊 互相就是 談那個心情 我只是要告訴你們說 在影片喔 影片你看像現在好像 你看五個人觀看了 有看到嗎 好 這是在網紅的底下 很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如果 你去看 你現在做出來的影片呢 一年看有沒有幾個人來觀看 真的 我第一年的時候 根本就沒人來看 四年 尤其是今年 今年我的那個訂閱的人數 從兩個 一個變到兩個 直接現在變到一天二十個 我沒有請教 我就是把我的教學裡面 都放在YouTube上面 大家來去訂閱 我只是要告訴各位喔 最後一件事情就是行銷 行銷很重要 你可以透過LINE行銷 可以透過臉書行銷 因為 因為 這個一定要行銷出去 你 你 這不是一個政績嗎 這不就是我們做的事情 然後你不希望有很多市民 好來參加嗎 當然希望啊 好 所以 所以以前 你那些相片整理整理 真的一部一部影片 就直接放在YouTube上面 除非YouTube 除非Google公司倒掉 否則的話 你的影片都會在這個地方 好 那我現在就要談那個分享 最後一個分享 你看喔 就是 假如說我現在我去播放這部影片 我現在這樣 現在這樣算 現在這還不算播放 我要點它 點它 你看這不就有背景音樂了 好 然後已經有五個人觀看了 自己總要捧場一下 點個讚 好 重點是我要講 分享 分享 那個 這個 因為一分多鐘的影片 我想 應該還是蠻多人會去看的 他沒有當就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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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門中午的時候才四二四五 你可以明天早上再去看 就會變成四二五多了 是真的 好了 老師 回到最原始 怎麼在YouTube上設一個帳號 像你這樣有個工作 這才能丟啊 如果我連那個帳號都沒有 不是啊 你有Gmail你就已經有了 有Gmail帳號 Gmail就是YouTube 我相信你 大家都有Gmail 只要有Gmail就可以登入 你就可以上傳影片了 就可以進到像這樣 對 只是我建議你們自己鼓 像董部長你們就建立自己這個鼓的影片 你如果說有興趣可以去看新北市 他們很多都自己在做這些 這個影片就是什麼護震的宣傳 他們就直接放上去 台灣真的沒有什麼人做 就我每次收集的都是 新北市的素材 我真的不騙你們 我終於在那個台北市 看到有一個好像 好像是叫楊國吉小姐 他有做 是不多 他做那個四大運的影片 他就很單純去拍了一些 他覺得很棒 你今天就直接放上去 就這樣子而已 那 那越做越愉快 我真的提供給你們參考 最後這個分享 針對這個影片的下面 點這個分享 例如說我用臉書來分享的話 所以在這個地方就直接輸入 可以 可以可以 等一下我再教 等一下我再教 如果有人做得很好 想要把它下載下來看 好 例如說你看 等一下真的很多 我的那些朋友一定會來按讚 這是衛生局嗎 衛生局建 管理科的活動 什麼叫 站出來 樂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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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 老師你這個照片是自己拿自己的照片放的嗎 是啊 因為我有很多老朋友 就是65歲以上的老人家 他們更怕 我就只好把我英文的名字改成中文 還有我就直接放清清楚我的大頭照 才能讓他們相信 這樣可以了解 因為雖然很多都是放很奇怪的照片 我就沒有意過 但是也不要來照我這些事情 只是我覺得就是說 可能是發自於 就是看你的出發點 那台北市衛生局 快來點讚吧 快來點讚 好了 然後我只是要告訴你們 發佈到我的臉書上面 稍微等一下 那 那在這邊 你真的沒有看到LINE 我建議各位 你要複製 複製這一個網子 複製然後直接貼到LINE裡面 就可以了 好了 我現在呢 我現在一樣 我只能這樣做 就是我先把它寄信 寄信的方式 再看一個新的 再等我一下下 六分鐘內 我一定會結束這一個課程 這個是 這個是 嗯 嗯 其實你現在如果到Youtube 然後直接搜尋 例如說 例如說你現在喔 你就直接到Youtube 然後直接搜尋 然後直接搜尋 尊在陽 然後樂國台北 樂 站出來就有了 老師 我們這邊也在跑 站出來 就一定會有這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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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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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我已經 就是 真的 你打我的名字 那個韓國有一個韓星 我的名字都比他 還到前面 我是說真的 他叫孫在什麼 一個韓國一個女明星 孫老師 我們是不是你是韓國人 不是 不是啦 就是 你在那個 這個搜尋引擎裡面 你就先打孫 第一名一定是孫燕姿 我怎麼可能 跟 搶得過他 可是當你今天在書 債的時候 有看到嗎 我就比這個孫債嚴 名次高很多了 這就已經很厲害了 你知道嗎 你要搶過孫燕姿 怎麼可能 等一下董部長 我要再寄給你 剛剛那個影片 你再寄給大家 這就是行銷 這就是行銷 我先寄給吳小姐 吳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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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對啊 對 剛才傳給我 然後 還是 吳小姐 你再傳給董鼓掌 對 對 好 最後一件事情 下載影片 下載影片 順便教你們一下 就是 我真的 誠心的建議你們 就是說 有一些好的影片 我們要收集一下 例如說你們會新聞發布 那問題是那些記者拍的影片 你到時候你要自己想辦法去解 怎麼解取 好 我們先教你下載 例如說 假設我現在在YouTube 教你最最最簡單下載YouTube影片方法 舉例來說 我 你找我的影片好了 像剛剛輸入我的姓名 好 例如說 就這 好 就教這部影片怎麼下載好了 點它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 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 好 在這個y的前面 有看到嗎 youtub的y前面 輸入兩個字母 英文字母 s s 就輸入兩個字母 ss Enter 你就會自動跳到那個 影片下載的地方 然後 接下來 你可能要選擇 你要下載的是音樂 還是影片 有看到嗎 這邊 download download 然後 看你是要下載MP4 還是3GP 3GP就是那個音樂 我建議我們是下載這個 對不起 3GP是手機的 手機的 手機 好 那當然 當然 這個地方也可以下載MP3 那我們要下載就直接下載這個MP4 所以直接點它 然後 然後 這是跳出來的廣告 直接關掉就好了 然後 在這個地方 有看到 好了 我想 最後剩 兩秒 一秒 下載完畢 這個影片會在哪裡 會在我們的下載裡面 下載 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 站出來 台北健康生活的MP4 可以嗎 這樣就很容易的 從網路上下載影片 好了 那我想 整個影片從製作 然後 我用的是簡報的手法 然後快速的去完成這樣一部影片 然後最後呢 跟各位分享如何上傳到YouTube 然後做臉書的行銷 我們就暫時分享到這邊囉 好 謝謝大家 謝謝